Volkswagen Golf 由第一代發展到現在已經長達38年 今年全新的第七代Golf 已經推出了 今次我們有這輛第七代的Golf GT 版來試一試 第七代Golf 車身的線條大家可能會覺得它好像第六代 但其實看真一點的話,很多地方都會經過很微細的修改 就好像C柱這個部分,它就是由第一代的Golf 演變到現在 如果大家在車身旁邊去看這輛車,其實會覺得它有很多Golf 的影子在這裏 車頭部分最明顯看到不同的就是車頭燈設計和奔靶部分 奔靶部分可以看到它有無燈和加了電鍋的飾件在裏面 第七代Golf GT 車頭大家會覺得它會比上一代比較硬朗 它會加多了不同的線形設計 比如在頭昏屈和尾奔靶,你會看到一些明顯起角的線條 今代Golf 的車身長度比上一代長了65mm 總長度去到4255mm 而它的軸距亦增多了59mm 總軸距長度去到2637mm 亦都因爲這次車身的長度和軸距長度增多了 它的後座腳步空間比之前充裕了很多 第七代GT 在車廂內的用料亦比上一代高級了很多 全車用了皮座椅,門板方面都加了不同的飾件 亦令到這輛車看起來層次感更加豐富 第七代Golf 的駕駛艙亦有比較大的變化 先看看它的中控台 中控台用了全新的5.8吋輕觸式電腦 另外中控台電腦的角度是有少少傾向駕駛者 令到操控中控台時便會覺得比較就手 動力系統方面,今代GT版最大馬力只有140匹 很多人會問即是比上一代少了20匹 不過今代Golf 多過車身部件方面進行減磅 令到車重比上一代輕了100公斤 相對之下引擎的負荷亦減少 引擎便可以有更多動力推推這輛車 Golf 第七代GT版 它用了1395cc的直四Turbo引擎 最大馬力140匹 風直扭力是250Nm 波箱方面,它繼續用7前速的DSG雙極力直波箱 0-100公里加速只需8.4秒 雖然今代GT版比上一代GT版 0-100加速慢了0.4秒 不過實際上駕駛起來 今代GT一樣是非常充滿活力 第七代Golf 已經全部型號 都來自了XDS電子差速鎖 在入彎出彎方面 它的表現亦會比上一代好很多 走彎路時,它的車身傾側的幅度 也不太明顯 如果你還想看更多Golf GT詳細的內容 可以立刻按下Car1.hk 有更加詳盡的文字和圖片 去介紹這輛車的 超級便宜的表情 都出現了 全部都同意 我看大了 不太平衡